人到中年请收起你的大方 我们一起来听 谁都想活得大方 可太过大方却会受伤 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你珍惜人 人就珍惜你 并不是你让步了 人就感激你 有些人真的没有必要对他大方 他把你的大方当成懦弱去欺凌 他把你的善良当作软肋去攻击 这种时候请收起你的大方 别让人随随便便地伤了你 人到中年 过往的伤害无需原谅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那些伤害你的人 让你心里痛的人 何曾考虑过你的感受 何曾在意过你的冷暖 远离那些总是利用你感情的人 总是伤害你真心的人 人不拿你当回事 你若轻易原谅 只会换来变本加厉 人到中年 要学会减缩自己的朋友圈 珍惜你的人 放在身边 加倍珍惜 伤害你的人 留在风里 当成空气 人到中年 孩子的索取 别太惯着 儿孙自有儿孙福 不要总是想着 把孩子周全 到中年的时候 孩子已经步入了社会 他需要碰壁才能成长 他需要逆境 把他成就 当你把他的障碍 全部扫清 把他惯坏了 等你老去 孩子 又依靠谁呀 人到中年 不要太惯着孩子 历经风雨 才能更坚强 面对人生 精力失去 才能更珍惜 面对真情 人到中年 无效的社交 及时止损 没有真心 往来浪费时间 心存算计 相处 累坏自己 有些人 贪得无厌利用你 虚头巴脑套路你 和他往来 不会觉得舒服 只剩烦心 不会觉得快乐 只有伤痛 这样的人 你又何必浪费 真情和时间呢 人到中年 不是一路人 不必同行 人不真 相处没有意义 何必继续 情虚假 往来只剩算计 要及时止损 人到中年 请收起你的大方 不要因为心太软 让人一再欺凌 不要因为好说话 被人再三伤害 前半生为他人 担惊结虑 后半生 多抽时间为自己 人到中年 把家庭放首位 和和木木才幸福 把健康放第一 身体好了 啥都好 敬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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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物